哈囉 歡迎收看爆米花看電影 看到邊界的造型就知道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一部 非常不一樣 非常青春洋溢 但是又充滿了很多少年維特的煩惱的一部 紀錄電影 怪奇比利的紀錄片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年僅時期就入圍葛萊美四大主要獎項 十八歲跟破紀錄成為史上最年輕 就把這四大獎同時抱回家的歌手 Billy Eilish不凡的紀律 全世界都很好奇 那是一千萬元嗎 是的 我的天啊 Billy過了她的測試 她現在可以走 我可以獨自的 這是最重要的 紀錄片導演RJ Carter 從2018年8月開始跟拍 將怪奇比利一年半的點點滴滴 集結在紀錄片新作 怪奇比利我眼中的迷蒙世界裡 讓大家用140分鐘的時間 試著進入這位傳奇小女孩的內心世界 我記得她從另一個世界 她是一位你的第一印象 她的第一印象 那些第一印象 已經改變了 由於合作 和其他最大的分別 從你的原本的想法 她的第一印象 我的經歷是長大,她過了一點點多 我們是幸運中的一切都在我們長大 她是…我會說她是一位那些人 所以她是一種長大,她是一種傻的 反正她是完全一樣,她的髮型現在 那是我會說 Billie Eilish 所以,那你第一次吭闻或是谈谈的? 当我们认识,我们第一次谈谈的就是 是一件的想法, 是什么我们的想法是在一起拍一张照片 我会发现我们的想法, 我会发现我们的想法是 因为它是一个不允锂的设计 制作为优务的影响 我们的受计划最好的问题 但我们是真实人 有一个传续 有一个词叫《飞在桌上》 但我们不是飞在桌上 我们是真实人 我太大为是飞在桌上 我有一个相机和声音 所以我试试 提供到这种感觉 和我的价值 我认为她在桌上 我认为她在桌上 我希望她在桌上 她在桌上 所以我们试试了 在看片的时候 Ben真的有被吓到 原来他真的就在家里 在床上在饭店房间里录歌 再一次 我再也想 我再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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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这次用全观察的手法 不干预不可以访谈 就是最纯粹 最真实的一刻 我怕我会有男朋友 我会不会跟他 因为我会和他 因为我会跟他 有一次 有些很深刻的 有些很深刻的 有些像 像 你很快打开 就把这个摩柄 有什么 有什么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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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 沒計劃,沒計劃,沒計劃,沒計劃 沒計劃,沒計劃,沒計劃 它是拍攝了,但這就是《Billy》的生命 所有東西你見到這部電影 都會發生,不管我們是在拍攝還是不 多少時間你拍攝? 多少電影你拍攝? 我們可能拍攝1000時間 我們可能拍攝500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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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想想 你還可以想想 像每個孩子現在 每個小時的生活都在拍攝 在其他身上或另一個 她的朋友也認識她 甚至她的聲音 你會覺得她的聲音 你會覺得她的聲音 你會決定她的聲音 你會覺得她的聲音 你會覺得她的聲音 有人曾經沒有見過 It's not a person, it's it's its own work of art, this film, and it's a reflection of who she is. It's a it's a it's a story about her. It's not the only story about her. It's not the only story one could have told about her. It's not everything about her, but it's the story we told her. What's up, Taiwan? Good to see you. Check out Billie Eilish, The World's a Little Blurry, premiering on Apple TV Plus and in theaters, and I hope you'll enjoy it. Because y'all are the reason I'm okay, okay? Yay! 剛剛訪問完了怪奇比例我眼中的迷蒙世界這個紀錄片的電影的導演 他叫做Ardre Carter,他長得跟那個環太平洋的導演有點像 然後真的感覺就是在家裡就是自己坐在書房裡面 然後他有一支專屬麥克風這樣跟我講話 然後還蠻可愛蠻特別的 這部就跟這部紀錄片一樣真的也是讓我大開眼見 因為其實我本來對怪奇比例並沒有像一般的歌迷們 對他那麼親切那麼熟 我覺得第一個震撼到我的畫面就是 他和歌迷們之間的那個互動原來是這麼的親密 就是他跟他的歌迷就像朋友一樣 然後他裡面有說過一句話就是 那些不是他的歌迷而是他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那個畫面真的是蠻感動的 因為感覺他在台上表演跟他的歌路跟他的那個Style 就會有一種就是怪怪的感覺 所以才叫怪奇比例 中文才被翻成怪奇比例嘛 然後看到他那樣子跟粉絲就是之間無距離的那個互動跟接觸 就真的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小女孩 真的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小女孩 而且呢 另外一個很震撼的moment呢 就是他和他哥哥幾乎所有的歌曲都是在他們家的那個臥室裡面完成的 我覺得這很不可思議 因為你以前看到 一般的歌手他們一定都是要進錄音室啊 要花很多錢 booking錄音室要花很多錢 然後 或者是他們自己在家裡就會見錄音室 結果他們就是自己在家裡的 也不知道說應該說科技進步嘛 還是就是他們真的很厲害 一方面是他們就可以在家裡就是創作出他們所有的作品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他們可以就是用很簡單的器材就可以做出這麼厲害 我那天看到他的紀錄我也是有點嚇到 來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資料 唸給大家聽 他真的很強 他2015年就受到矚目 那時候他才不過在13 14歲 他現在也不過才19歲 有夠年輕的 如果你對他還沒有很清楚的話 讓小編 抱編來為你娓娓道來 他2015年呢 把自己的單曲 上到那個雲端之後 SoundCloud之後 一戲成名就爆紅 然後很多電台啦 都放他開始放他的歌 然後就馬上就被唱片公司簽下來了 然後他的專輯呢 真的很強大 嗯 包括了就是有在Billboard前200名 然後2019年最賣座的唱片 然後包括了 美國啊 英國很多國家都是第一名 最厲害的是呢 他去年在葛萊梅獎上有點 就是感覺破紀錄的 拿下了五座葛萊梅獎 兩座美國音樂獎 兩座 兩個金氏世界紀錄 三座MTV 音樂錄影帶大獎 還有一座全英音樂獎 他有兩 在葛萊梅有兩項紀錄就是 史上第二個贏到四個主要獎項的歌手 他也是史上最年輕就奪得四項格 來美大獎的歌手 所以呢真的很強 而且他的音樂就是 就算你不熟你看紀錄片的時候 欸這首歌我聽過 欸那首歌我聽過 就是覺得很熟悉的一種感覺 原來他的歌早就已經 深入在我們的生活裡面了 那當然呢 除了剛剛講的 第一個震撼moment就是他和粉絲 第二個震撼moment就是 他們他的錄音都是在家裡 甚至有時候他去巡迴演唱 就在飯店房間裡面錄 就這樣拿在麥克風唱起來就是 他講話跟他的 唱歌的聲音差很多 他講話就是有點像 厭世青少女那樣 可是他一唱歌起來 那個聲音就是很好聽很好聽 然後另外一個震撼moment就是 沒想到他這麼的黑暗 然後我後來才去查才知道 他原來就是 他有一點妥瑞式的傾向 然後也常常會有自殺的念頭 其實他就是一個 蠻負面的一個人 就是會一直在想說 哇他現在已經這麼成功 這麼成名了 然後他 把他 心裡的感覺都抒發在 他的音樂裡面 感覺好像有點黑暗 但是後來看他的家庭 其實他爸爸媽媽 哥哥 就是四個人的感情又都超好的 所以就會覺得 喔原來現在 雖然就邊離青少年有點遠了啦 所以就是覺得 喔原來現在青少年會這樣子 然後現在其實我們也都曾經年輕過 也都曾經經過 經歷過那段殘綠時光 然後看到這部電影就有點回想到自己那時候 也是很愛寫小說啊 很愛創作 那Billy他是很愛畫圖 他會把他很多黑暗的念頭都畫成圖這樣子 然後也都在紀錄片裡面看得到 然後他其實就是 他從小就是 本來是想要當舞者 然後在紀錄片裡面也看得到他一些以前跳舞的畫面 感覺就是跟現在一樣的差很多 因為學芭蕾舞的那種感覺 然後現在是怪奇比例都穿得很嘻哈這樣子 很不一樣 然後呢 他媽媽從小就給他 就是讓他自學 就是在家裡他沒有上過學 就是沒有去上學 我看完紀錄片真的有一個感覺就是 就是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就是 往正面積極的方向去前進 他的創作能量跟他的才華是無庸置疑的 也是所有粉絲真的要去看這部紀錄片 然後如果你不是粉絲的話 看這部紀錄片也可以去感受到他的音樂 他的幕後 他的一切的一切的才華 都是這樣渾然天成的 然後呢這部片呢 片長超過2小時20分 裡面呢 他總共跟拍他超過一年 大概一年半的時間 剛剛我們的訪問裡面也問 導演真的拍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小 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不知道會不會出第二集 有沒有機會出第二集 他要從那麼多的影片裡面 去整理出這個脈絡 然後把 呃精彩的 把大家沒看過怪奇比例的一面整理出來 我覺得也很厲害 裡面呢 有點其實有點像整個 你在看演唱會那種感覺 裡面大概有20首歌這麼多 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也跟演唱會一樣 中間還有中場休息 這個設計還蠻妙的 我那時候看了講說 嗯 現在是 電腦壞掉了 哈哈 所以先跟大家講 中間有中場休息 然後整個 講到機器沒電了 是不是很厲害 畫真多 長舌腹 抱憋我 好啦 最後其實最 就剩最後要跟大家 就是真的認真推薦一下 就是好好的 如果你喜歡怪奇比例的話 可以看看這部紀錄片 怪奇比例 我眼中的迷蒙世界 然後如果你還不認識他的話 一定要先聽聽 看看他這個紀錄片 聽聽他的歌 因為呢 呃 我們期待已久 真的期待已久的 007生死交戰的主題曲就是他唱的 而且他年僅19歲 還有大好的前程 大好的未來 跟大好的歌聲會送給大家 所以大家要仔細的 看好跟聽好 然後也期待生死交戰 趕快上映 我們真的期待好久 007了 好啦 今天真的很開心 現在 今天應該算是 熬夜熬得最不辛苦的一次了 前 呃 上次呢 尋龍師的Laya 是早上做訪問 然後今天呢 是本來是凌晨2點多 要Standby 然後3 4點訪問 然後我就覺得 也好像有點 會死掉的感覺 所以後來還好 謝謝公關 Apple TV的公關 就是幫我們 挪到了晚上12點 然後又只有導演一個人的訪問 所以很快就做完了 所以很開心 別忘了呢 怪奇比利 我眼中的迷人文世界 已經在Apple TV Plus上映了 上線了 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話 就趕快點選 Apple TV Plus 一個月的月費100多塊 就可以看很多很多厲害的影片 包括我們上次介紹過的 迷途愛麗絲 以色列很厲害 很火辣 香噴噴火辣辣的影集 那這部怪奇比利 又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作品 希望大家都可以上線一起看 那當然呢 看到這裡 最重要的是要再次呼籲 晚上睡覺 現在應該外面很冷 但我現在開冷氣又很熱這樣 也每次都是腎上腺素爆發的一個狀態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的支持我們的 爆米花看電影 幫我們多多分享給所有的好朋友 你一傳十十傳百 我們的點閱率就會上升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跟電影公司啦 Netflix啦 Apple TV Plus啦 去爭取更多厲害的訪問跟幕後給大家 更多的獨家給大家好不好 謝謝大家 因為我們雖然 我們真的比不上那種大媒體 隨便就是幾萬幾萬這樣子 所以我們真的 抱邊很認真很努力做的訪問 然後很獨家的內容真的是很用心 希望大家也讓所有的人知道 爆米花看電影你好好不好 請大家都幫我們分享 那當然如果你心有餘力 每個月有一杯咖啡以上的錢 就可以幫助我們這個節目更好 49塊以上就可以幫我們節目更好 按下應該在這裡還是在這裡 按下募資訂閱的 就可以或者是你直接打爆米花看電影募資 爆米花看電影募資訂閱 也可以找得到一個月49塊以上的錢 就可以讓爆邊 讓這個節目更好更輝煌 然後有更好的品質給大家 但是最重要的是多點幾次專訪 多分享給幾個好朋友 讓他們知道爆米花看電影好嗎 謝謝大家下次見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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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